在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西极县境内 有一处黄土高原上的丹霞奇景 在伙食寨国家级地质公园的方圆百里之内 大大小小的丹霞峰林连片分布 一望无际 山巒都呈现暗红色 在绿树的眼映下 如同一团团燃烧的火焰 丹霞地貌 是陆地上由红色沙粒岩构成的 具有陡峭坡面的地貌形态 火石寨地区出入白厄纪红色地层 具备了形成单辖地貌的物质基础 这些岩石经历了近一年漫长的地史变迁 留下了历次构造运动的痕迹 在风化、流水侵蚀、重力崩塌等外动力的共同作用下 最终发育成了具有顶平、深斗、路缓特征的丹霞地貌 火石寨的平均海拔有两千多米 常年温度较低 而且温差比较大 动容风化等物理风化作用比较突出 所以火石寨大部分丹霞地貌 都具有顶圆或顶尖的特征 火石寨大部分的糖尖 就会 如果火石寨大部分 就会变成了衣白的水果 给火石寨大部分 就会变成了气氛 但我们的火石寨大部分 就会变成了故障的地区 火石寨大部分 火石寨大部分 这个火石寨大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簇簇翠绿的建筑与雄浑的赤壁丹崖相映成趣 很容易让人忘了自己身处黄土高原 丹霞地貌在我国分布广泛 作为地质遗迹的重要类型之一 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与美学价值 在中国西部 火石寨一直以丹霞地貌类型发育齐全 典型 多样 完整而著称 它也成为黄土高原地区 丹霞地貌景观的璀璨明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